3、2、1 昨天 三藩市市長布里德 連同安老自助處 和一眾官員和社區領袖 齊集在列治民區 Kleman街 933號宣布 這棟前身為唐宮酒樓的建築物 將會改建成為一個奇嬰護理中心 自助協助中低收入 又或者患有失智症的長者 並為他們提供所需的住房 和照顧護理服務 這棟兩層樓高的物業 在經過改建之後 將會能夠為15名 需要全天候照顧的低收入長者 提供居住空間 以及24小時的護理服務 可負擔的護理資格 鍾月娟表示 預計該奇嬰護理中心的收費 將會是傳統長者護理設施的一半 屆時 一樓將會主要用於社區服務 包括說有需要的市民和長者 提供餐飲和活動空間 也都會用於社區就業服務的外展工作 而二樓則會是用作長者的居住空間 這項目得到了市長辦公室 駐房和社區發展部的410萬元資助 除此之外 加州眾議員兼預算委員會主席丁佑立 亦都在州府那邊為了這個項目 而落實了再多額外210萬元的資金 三藩市長者人口正在迅速增長 預計到了2030年 將會佔全市居民總數的接近30% 而列治民區作為市內華人佔比最高的地區之一 預計新的奇嬰護理之家建成之後 將會為當地的長者帶來更多不同的服務和選擇 天下衛視記者黃靖採訪報道